感謝我們一齊敬拜神 跟大家分享一個關於香氣的經文 現在的大型商場 那些佈局是越複雜 越好 對於商場生意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進去會當失路 當失路是怎樣呢? 就要逛逛 買東西 看看東西 我剛才來到Metrotown 就是遇到這樣的情況 就算我用Googleman 用電話 指示不了 紛紛要用指南針才可以出去 目的就是讓你遊蕩 在裡面買東西 如果你再精明一點去看 那些大型商場的門口是有什麼店 是會放一些令你很吸引的香氣的店 譬如什麼呢? 咖啡店 你想想 咦? 是的 有一間咖啡店 還有什麼? 香水 精品店 又或者什麼? 糖果 那些很甜的味道 等你還未去到門口 你已經吸收到那個氣味 那你就迷迷糊 就進入了這個迷宮裡面 當然這個香氣有它很特別的作用 今天所說的經文 是《歌人多》後書二章十四到十七節 我們一起中讀吧 預備 起 但感謝神 祂時常在基督裏 帶領我們 這些作父老的 酒在我們各處 認識我們各處 但發那因認識祂而有的香氣 因為無論在得救的人 還罪在我們的人當中 我們都是基督的方向 是獻給神的 對於我上 這是死亡的氣味 是叫人死的 對於人 這是生命的氣味 是叫人活的 這是誰能夠擔當得起呢 事實上我們不像許多的人 那神的道來兜售謀利 相反我們卻是出於純潔 出於神 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說話 感謝主 剛才大家所讀的經文 是《新漢語逆本》 我發覺《新漢語逆本》 更加貼切 貼近原文的意境 或者意思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的時候 你可以看回和合本 你會發覺 是兩個很不同的意思 帶出來一個訊息 當然 亦是講基督的香氣 或者剛才所讀的經文 用《芬香》這個詞語 所以在《新漢語逆本》 又或者比較近我們 另一個的《新逆本》 叫《新逆本》 都是貼近我們現在中文的水平 所以對於翻譯 我們看《聖經》 那些《逆本》 對我們吸收神的訊息 是很重要的 當時我們所讀的經文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什麼呢 但感謝神 我就被這幾個字卡住了 因為我一直看 由第一章第一節這樣看 看到這裡的時候 他就說 但感謝神 在但之前 原來保羅已經寫了很多 關於他的心路歷程 包括他在亞世亞所經歷的 很多患難 壓力 好懼 他對教會那種的憂心 之前在哥林多前書 一封信之後 保羅也是寫了一封信 給哥林多教會 一直去勸勉當中的信徒 而保羅也是很心急 很焦急地 這幫人會不會聽我勸告呢 到真的那封信回來的時候 保羅才感覺到那種安慰 他們很想在當中的教會 他們會在一些嚴隙得到和解和遙述 縱使在這個過程裡 保羅受盡很多的艱辛 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孤獨的時候 他仍然說出感謝神 但如果你熟悉保羅書信的時候 這個感謝神對於保羅來說 是來得非常之不容易的 為甚麼呢 原來當你對比一下保羅書信的時候 很多時候 保羅頭那幾句 就已經說感謝神 就是感謝各人在耶穌基督所做的一切 我常常為你們的緣故去感謝神 我每逢想到你們的時候 就感謝神 每一封信頭那幾句 保羅已經說到是感謝神 但是哥林多後說 他這個感謝神出現在甚麼 在第二章 還要第二章尾 所以對於保羅來說 感謝神在面對哥林多教會來說 不是一個簡單 不是一個隨口說的事情 若然大家還記得的時候 上次我說到 保羅寫這封信的時候 他背負很多的重擔 好像是苦過弟弟的一個信件 當他講完感謝神之後 保羅就描繪了一個場景 一個海船的場景 基督就好像甚麼 將軍一樣 帶領一班人海船回來 保羅看到這種種的苦難 困苦等等各樣 不單止是一個海船 一個慶祝 在海船之前是甚麼 是一個戰鬥 是一個爭戰 是一個打仗的情況 但是保羅已經宣告 最終這個戰士 基督已經突勝了 或者你會問 甚麼翻教會 為甚麼要講到這麼淒涼 翻教會開開心心就好 敬拜神 感謝主 尚尚感恩 有口頭善 好像 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喝喝吃吃 跟著下一句是甚麼 是吧 大家super 那就挺好 是吧 為甚麼又要慎 那麼辛苦 又要打仗 又要海船 等姐妹 教會是一個甚麼地方 教會是一個甚麼地方 教會是一個永生神的家 不是只是一個建築物 不是只是圍繞在四棟牆的裏面 而是當教會被神興起的時候 有一班被神呼召的人 是為神去工作 當你進到神的家的時候 當你要去認識 你要去接觸這位上帝 這位永生神的時候 你的生命要改變 不只是改變 改變這個形容詞 比較淺 更加緊要的是用脫變 甚麼是脫變 就是一個简 如何枯化成為一個蝴蝶 又或者我們從人的角度 一個嬰兒四腳爬著爬著的時候 如何學會兩隻腳去走路呢 這個過程一定是跌跌撞撞 一定是會跌過好幾次的情況 成長就是一個經過艱辛 如果你沒有經過艱辛、困難、流眼淚 你的成長是甚麼 很顯淺的 所以保羅說 他說感謝神 感謝神 保羅在面對高人多教會的時候 他有很多眼淚 所以若然你今天 你覺得有些困難 有些不明白 面對你的家人 面對你的前景 面對你的子女 甚至面對教會的時候 我想鼓勵你 神看寵你 神看寵你 神正在提攜你 因為神在你的生命上發現 你仍然可以成長 你仍然可以改變、脫變 你仍然可以讓神的工作 在你生命那裏發生 不要怕、只要順 神必與你同在 所以高人多後書 是保羅對寫這個困難 寫得最赤裸的一卷書 他充滿很多眼淚 如果當你慢慢細心去閱讀高人多後書的時候 你會發覺保羅的生命都因此去成長 並且在過程裏非常之感動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的機會 是現在 即使是溫哥華 都可以很自由地去敬拜神 甚至你去傳福音 或者你所信的 你不一定是信耶穌 或者你信其他都行 但是你要去懂得、去珍惜 當我們回到教會的時候 這個房間 我們每一個都是要珍重的 甚至現在手機很方便 我們不需要一分鐘 就可以下載一本的聖經 還可以是不同版本的 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我跟大家去分享 以前的人怎樣才能取得一本聖經 非常非常之困難的 非常非常之高難度的事情 所以每一件事我們都要去懂得 怎樣去珍惜 看看你隔壁死周圍的人 你認不認識他呢 你對他熟不熟悉呢 你對他有沒有多一份的認識 多一份的憐憫 多一份的關懷呢 月尾就中秋了 英文堂一班年輕人 他們就想不如搞個活動 好啊 就說賣燈籠 看到燈籠 好像這裡就賣兩、三元左右 應該是 已經很漂亮了 兩、三元 已經很漂亮了 過去呢 過往 我在香港教會 都有類似這些 搞中秋活動的情況 搞什麼呢 又不是搞派對 搞去整燈籠 帶一班年輕人 去一個機構整燈籠 不整油自可 大家整的時候 很慶高采 整燈籠好啊 整完可以送給人 怎樣怎樣 而整燈籠的過程 是由零開始 即是由那支竹開始 刨開始 那支紙 由剪材開始 不是因為時間關係 已經攤了給你 你貼啊貼啊就可以了 由刨那支竹開始 然後一整 由早上 好像九點到十點 整到一點鐘 三個小時 然後那些人 開始就賣魚了 怎麼搞錯啊 我弄燈籠 好像在做勞改 即是我在做什麼 開始有些人 怨聲在道 在那摺摺聲 哎呀這個又貼不到 這個又綁不到 即是你出去買個燈籠 即是幾元而已 即是做什麼 要搞這麼多東西 接著有幾個 開始 扔下了 不做了 放棄了 不要搞了 有些人就很隨便 即是敷衍了事 要貼買舊東西 就算了 在那個過程裏面 那個燈籠更不重要 都是一個工具 但最重要 他們學習到 什麼叫鎮食 買一個燈籠 多麼容易 幾元 中秋月節過後 這樣就怎樣 可以扔掉它 或者不見了 都沒有什麼所謂 但原來 當你去建立一件事的時候 是用很多很多的心機 很多很多的功夫 很多的眼淚 但是當你去毀滅的時候 當你不要的時候 很簡單 一下子就可以不要 所以在保羅的眼中 他很珍惜耶穌基督的救恩 他比起自己的生命 或者自己的履歷 是更加重要的 當他面對這場戰爭的時候 他宣告基督是他們的元首 他們的將軍 基督也都在海船當中 去帶領一班的人 去海船回歸 古代的那些軍隊 海船回來的時候 民眾就會燒香 去慶祝 所以整個海船的過程 場景裡面 是很方向 是一個很氣氛系當中 在慶祝裡面 弟兄姊妹 你記不記得 保羅形容自己是什麼 保羅形容自己 在海船行列裡面 他是不是副將軍 不是 他是不是參謀 他是不是士兵 不是 他竟然形容自己 作俘虜 俘虜是一個打敗仗 從一個戰敗國 被老到一個得勝的將軍 保羅形容自己 在一個俘虜的時候 他完全是韓服在 在耶穌基督的大令下 其實在與此同時 保羅正面對當時 那陣子教會 控訴他 不是一個真正使徒的身份 做使徒 為何做到你這麼平凡 做使徒為何做到你 這麼委屈受苦 做到你這麼窮 人人都面對保羅的時候 以他為恥 保羅是一個怎樣的人 保羅是一個大有學問的人 他精通舊約律法 他當時就算在使徒行轉 他去到一些會堂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尊敬他 甚至乎他是一個 當時最受尊敬 加馬列門下的一個門生 他的學識非常高 但他有沒有日日都顯明 我有多厲害 我有多厲害 他沒有 他已經注定了一個心意 就是別人不知道的 唯有他要傳揚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他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 他視一切地位 學識 經歷 苦難 都視為甚麼 都視為憤土 所以他形容自己 在耶穌基督裡 還不重要呢 不重要 他只是一個俘虜 在患難裡 他懂得去感謝 在困苦裡 他沒有去埋怨 他沒有去申訴 如果你經歷過一些痛苦 困難的時候 其實來你去 只有兩句說話 就是 為甚麼沒有人去明白我 有沒有這樣試過 有沒有這樣去想過 我要據理力爭 我要去申冤 我要去申訴 但保羅從來都沒有這樣做過 介紹一個的神父 給大家認識 路運神父 雖然他是天主教 但是他寫了很多的小冊子 很多關於靈修的書籍 到今時今日 都影響很多 不單是天主教徒 甚至基督徒 很多的神學院的教授 都是在應用他的一套靈修的神學 他的成長非常之辛苦 非常之堪坑 他的家庭 他的事奉的過程 也是很多的挑戰 他整個人生 最讓人去敬伏的 他是很勇於面對他自己生命的弱點 他曾經在耶魯的神學院去做教授 中原幾年之後 他要發覺 我要尋找神給他一個的呼召 他怎樣去侍奉神呢 當他找一下找一下的時候 他又好像找不到一樣 但是他沒有放棄 之後他也去到哈佛大學去教神學 最終他人生的晚年的時候 他放棄了一切這些在高尚學府的教育工作 他去到一個叫羅雅團契 去照顧那些弱智兒童 當他去到這個團契去照顧那些弱智兒童 每天不是教書 每天真的做一些很普通的事情 洗衣服、煮飯、洗碗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就去和其他同工一切去靈修 他沒有任何的機會 去把他以前學過的所有的學識 用在這個團契裏面 但是他自己形容自己 回到這個羅雅的一個團契裏面 他好像回到家一樣那麼舒服 他可以完全放下地上應該應得的榮譽 應得的那種稱責 他只是很想服侍有需要的人 保羅也很清楚他自己的目標和工作 保羅不是要做一個很出色的人 但是他很清楚 他是將人帶到很出色那位的神上 面前就是耶穌基督 總之他在事工上付出了很沉重的代價 但他只是看自己是一個俘虜 去到哪裏 他為此去感謝神 因為他看到別人 不是認識他有多厲害 不是認識他有多厲害 而是那些人吸收到基督的香氣 人家看到他的時候 不是保羅做得好 而是他讚嘆耶穌基督的救恩 所以他視自己為基督的方向獻給神 好像祭物一樣去獻給神 以前香港教會每次的崇拜都會插一些很漂亮的花 那些叫玄藝 那些叫盆栽 很漂亮的 有幾個姊妹很忠心去做這件事情 每逢星期二我看到他拿著買菜籃 上面有很多花 接著有插花的泥 大家不要覺得很容易 那些泥其實很重很聚首 每個星期這幾位姊妹都很努力去設計花盆 整個藝術品 每個星期日主日就會放在台上 是很漂亮的 每次不同的 原來在崇拜有一個盆栽 又有這個賊花是很有意思的 其實它代表什麼呢? 這些花是獻給神 這些花是好像一個祭這樣獻給神 是代表生命 當這個花最香最漂亮最強壯的時候 去獻給神 同樣也是代表死亡 因為最香最漂亮最大朵的花 我發現最多擺兩個星期 這個星期下星期又再擺 它都是會枯毀的一天 之後下星期又替換另一個新的花盆 對花來講 百合花是很香的 大家一講百合花的時候 大家就馬上想起很香 很出眾的一個味道 有一次我生日 我下班回家 太太就很開心 因為知道我生日 就彈一下彈一下 來到我面前 生日快樂 看到這個畫面 大家都想到 今天為你慶祝 我問如何慶祝 我買了一件我很喜歡的東西 又買了一件你很喜歡的東西 你很喜歡什麼 我買了百合花 我問是嗎 你很喜歡百合花 我不知道 你買了什麼很喜歡我的東西 買了燒肉 是嗎 我又很喜歡燒肉 我也不知道 那張飯非常特別 真的很難忘 這個慶祝與別不同 就是那張桌子 插了百合花 飯桌前面有燒肉 又有百飯 感謝主 是不是欠了些東西 欠了三枝東西呢 所以非常難忘 就是 面對生和死 原來是一線之差 原來生命 生和死亡 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基督的分方 就是這個意思 從此祂的原文 在表達一個很甜的味道 但是當你很拒絕 這個味道的時候 很拒絕耶穌的時候 你就是走向滅亡 你走向死亡 當你接受耶穌基督的分香的時候 你就是得著那種生命 作為基督徒 你要彰顯耶穌基督 在你生命上的香氣 同時間 同時間 其實你在隱藏自己 你不是告訴別人 哇 你看我傳福音 傳得多厲害 多厲害 因為我有神的恩賜 因為我有神的高末 所以你看我多爽 因為我有基督的香氣 不是 你將人帶到耶穌基督的面前的時候 你是在隱藏著自己 別人認識的 不是因為你做得有多多 有多厲害 而是因為認識耶穌 為這個世界的救人 所以當保羅去面對 那麽多教會 還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他發現有人拿神的道 來謀利 或者你會說 哇 我真的會有這樣的嗎 的確真的有這樣的 就是 我在教會界都打滾了很多年 都聽到一些很有名的機構 一說你們就一定不會的 他們整個營運的手法 就是什麽 就是一個好像公司一樣 怎樣去營商 怎樣去吸引人 怎樣去售賣一些物品 或者怎樣去搞一些聚會去吸引人 用了很多這些世界的營商方法 去營運神的工作 又或者我認識一個姊妹 她很慶高采烈 哇 有一間教會去請了她 做一個好像秘書 或者好像一個文書 一個工作 跟著她很渴望 做這間教會 入這間教會去侍奉 已經很久了 跟著請了她 她為此去感恩 做了幾個月之後 她就不做了 我們就打了一個答案 為什麼不做了 發生了什麽事 她說 樣樣都好 非常之好 但是好到我很不舒服 有什麽好到很不舒服 她說 我覺得我不是在侍奉神 我覺得我不是在一個教會去工作 她覺得她只是一個 和世界以前的公司做的一樣 她面對台上那位的牧師 原來在台下 她好像一個CEO一樣 不是不好的 都是好的 但是她的頭腦完全 原來很多策略 很多計劃 很多計算 在當中 她發覺 跟她原先 她很想入這間教會 侍奉神的心意很不同 所以她就離開了她的職位 回到她應該要做的工作 所以當我們去面對我們身處的環境 我們所認識的 我們面對侍奉神的心 我們要常常去醒察 保羅說她們只是用一個很純潔 很赤誠 很真誠的心去侍奉神 別無其他 她只是單單很想 耶穌基督在她生命裏 得著那種彰顯 耶穌基督的香氣也說 是你和耶穌關係的距離 如果你用幾個小時去打火鍋 去BBQ 你整身就是那股脫 如果你常常都靠近耶穌基督的時候 而你很謙卑隱藏在其中 別人問到的不是你那股脫 而是問到的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的香氣也是神的保護 不論世界如何滲透在教會當中 為了要凸顯自己的名和利 凸顯自己的學識、知識、經歷、財富 要被人看到是祂 但相反的 我們要知道耶穌基督包圍著我們 甚至曾經有人指控你 說你沒用 說你侍奉很不行 否定你甚至離棄你 但今天我奉耶穌基督的名 將這些指控去拿走 在主裏面 這些指控一切都是什麽 都是奮徒 都是過眼雲煙 在基督的香氣裏面 基督才是主角 人家如何指控你 如何控訴你 其實就是指控耶穌基督 讓基督的香氣圍繞你 讓這份香氣那份甜 是除去你心裏面的苦劫 神來安慰你 弟兄姊妹 或者你不知道 你自己散發一個什麽香氣 可能是霸氣 可能是傲氣 可能是俗氣 甚至乎你沒有氣 但是在基督的香氣裏面 說你甘願做神的俘虜 謙卑自己 用純潔的心去師父神 很想請敬拜對 在剛才最後這首詩歌 很清楚告訴你 主是賜平安各位 不是這個世界給我們 你的心 你所思所想 你所面對的一切 神是知道 不論有任何的困難 基督的香氣圍繞著你 讓我們藉著敬拜對的服侍 我們一起領首這首詩歌 哈利利亞 師父 彌陀蔡 ship 你 賠想 �� 呢 古董 前我灰燈 流伤困倦 你让我珍败 满石之处 再说我所谓 难言要唱歌 我说 藏着不醒啊我 耶稣 使我异者 毅足我奉 你让你感到我为我 主 你自可逼我 不想世人所存 我越生越聚一生 也可欲表面 主你自可见我 使用重甲滅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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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 受天相似我的滅滅 受盈滅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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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 当我们要预备圣餐之前 让我们再一次去默想耶稣基督的生命 有一次有个女人拿着一个极贵重的珍拿达香膏 她异话不说打破香膏 打破这个肉瓶 将这香膏搅在耶稣的头上 其他人就看到非常生气地说 为何要浪费这些香膏 这香膏很值钱 可以祝祭很多的穷人 耶稣说 有她吧 不要遗难她 她在我生命上做了一件美事 你们常常都有穷人在你们身边 但是你不常有我 她已经尽了所有的力量 她预先将这个香膏抹在我的身上 为我安葬的事做准备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像一个香膏 散发着那种香气 毫无保留地献情出来 在那么多前书 十一章那里说 我当日全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足借了 就抹开雪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纳的新药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自表明主的死 直到他来 弟兄姐妹 我们这段时间 安静在神面前 省察自己的生命 若然你有过失 罪恶 虚欠软弱 我们都在神面前去承认 之后才吃这饼喝这杯 耶稣基督我们多谢赞美你 你诚言担当我们的罪 背负我们的痛苦 人家当你是受了咒座 但你却是为我们的生命 付上了最沉重的代价 耶稣在我们还了罪人的时候 你的爱就显明在我们当中 主你的香气常常都围绕着我们 以致我们看到神的同在 耶稣我们多谢赞美你 多谢你的救赎 多谢你的写身 多谢你去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 常常以一个顺劫 赤诚的心去侍奉你 并且我们可以去合一的 来到主你的面前 多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祈祷奉 奉耶稣得圣明之祈求 Amen 我想请施线来到台前面 Amen 这道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一同领受 这个杯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补血 是为要立新药 我们一同领受 这个杯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补血 Amen 你也知道 E正特兵姊妹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用这首诗歌去回应神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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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 我依然 我依然 又想困倦 你让我 沉昏 满石之寸 就算 放松 结架 燕妖长 我身 才知不死 你帮我 耶稣 耶稣 是我名字 永在我 你随你 都安慰我 主 你知 可 名 不知 世 人所知 你 我 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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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連輝讓我得到 四面 我們一起享受 從主來的祝福 願望主是想見到祂的恩慰 本神的慈愛 勝利的感動 尚餘的悶同在 直到永永永遠 當名是祂的愛 守舍主活動 給我們莉玉大大的掌聲 歸歸 很高興 祝福動校的樂部 祝福大家